嗨!大家好,我是凱希 我是Louis 今天要討論的主題是 晚餐要吃什麼? 不是 是我住在台灣八年 發現台灣人跟加拿大人有什麼不同的飲食習慣 我第一個想到的是 我不太喜歡分享食物 你是說吃那種和菜嗎? 因為在台灣我發現很多人都很習慣跟家人或是朋友一起點那種 桌菜 這是台灣的飲食文化 然後擺飯擺在前面 然後每個人都可以加每一個菜 但是在國外或是至少在加拿大 我們不太會這樣做 我們都會先撈到自己的盤子上 然後再去吃 然後我覺得最奇怪的是 台灣人就是太習慣這個方式 所以很多人去那種西餐廳 也是用這個方式 我真的傻眼 這樣大家才能每一種口味都吃到 因為有時候我們出去玩 你不會很常去吃 所以你當然想要每一種口味都試 對啦,是一個好處啦 只是我很不習慣 因為我想說那個餐就是有你全部需要的東西 有肉,有沙拉,有馬鈴薯 然後大家在那邊挖一點點馬鈴薯 一點點那個肉 我就 怎麼會這樣 第二個我想到的是 為什麼有人想喝熱水 你去看醫生他就說 記得喝溫開水 然後回家 就我從冰箱裡拿水出來 然後我爸媽就說 少喝冰的,對身體不好 要喝就喝溫的 比較健康 我從小在加拿大都是喝冰水 不管什麼時候 生病 月經來了 懷孕 都早喝 台灣的餐廳有時候你跟他說 我的水裡面可以放冰塊嗎 他們沒有冰塊 對啊 就他就只有熱水 或提供熱茶 或是 我發現很多醫院或是診所 只有溫水 沒有冰水 因為他們覺得你去那邊應該要 多喝溫開水 我記得你第一次去加拿大的時候 有一個蠻好笑的故事 對嗎 那時候我搭長途飛機 下飛機之後你來接我 直接到你宿舍休息 然後我就說我很渴 可以給我一杯水嗎 嗯 然後你就拿著玻璃杯 走到浴室裡面打開水龍頭 然後就把那杯水拿給我 對啊 一開始我以為你在開玩笑 洗手間比較近啊 廚房比較遠 我那時候真的傻眼 我就說 你自己先喝喝看 然後開始就真的喝 我那個時候覺得 他在擔心什麼 加拿大水龍頭的水是直接喝 對啊 你們不煮開水 然後加拿大的水龍頭打開 通常是冰的 喔對 這可能是為什麼 你們習慣喝冰水 第三個是你想到的 就是西方人只吃西方的食物 我覺得這個有點是可版影響 因為我自己是很喜歡台灣的食物 但是 我有時候是真的只想吃西方的一些菜 對嗎 私鄉病嗎 我覺得特別是我生病 或是最近前陣子是懷孕的時候 我也很想要吃一些家裡會吃的菜 其實我到現在都蠻喜歡吃三明治 你會不會覺得很煩 好聰明 對 這就是跟外國人在疫情的一個壞處 我是有聽說有一些外國人在台灣三餐都吃7-11 因為7-11很多選擇 你要西式的要台式的都可以 我覺得他們可能是因為中文沒有很好 然後有點不敢去別的餐廳點餐 7-11你就可以自己去看 然後直接拿就好 不用溝通 還不錯啦 聽起來是蠻方便的 還有台灣每個街角幾乎都有一間7-11 這個是很多外國人很喜歡台灣的一個店 說到這裡 我們今天的影片要特別感謝 同意超商光和蔬果祭贊助 所以我們今天的晚餐就特別選他們 這一次光和蔬果祭推出的 我們今天要吃的這些東西 全部都可以在7-11買到 非常方便 耶~~ 好興奮 它有多看起來蠻健康的 對嗎 就它的主題是 蔬果嘛 Yeah 這一次有兩個不同的飲料可以試喝 一個是 阿菊煎 蔓越莓葡萄氣泡飲 Yeah 看起來不錯 我很喜歡氣泡水 嗯 我覺得很好喝耶 它這個蠻特別的是它的 果汁含量是高達47% 還有它是玻璃瓶裝的 所以感覺更冰耶 第二個飲料是地瓜拿鐵 它是台東出入地瓜拿鐵 欸 我們去過 對嗎 你還記得 出入農場 它是用台農57號地瓜加出入牛奶做的 所以它的原料都是台灣的產品 台灣製造 感覺很用心的耶 我覺得不錯耶 我以為地瓜的味道會太重 但是不會啦 因為牛奶的香味蠻明顯的 比我想的好耶 真的 我本來有點擔心它都會是地瓜的味道 好 那我們吃正餐吧 我們有沙拉 21 plus 香草烤雞沙拉 21 plus 我每次過 對嗎 它就是做烤雞的 烤雞的 不錯耶 很想吃這個 看看它的雞肉好不好吃 它這樣一份沙拉 就有3.5份的 豆 魚 蛋 肉類 就是你一餐需要攝取的 蔬菜跟蛋白質都在裡面 你講到說這個是很營養的產品 我覺得很驚訝 因為在加拿大你去草商買東西 不太可能買到這種東西 新鮮的沙拉嗎 好吃耶 我很喜歡它的沙拉醬 雞肉也是很嫩 雙色地瓜雞胸沙拉 OK 喔 又是地瓜 它是用台農57號的黃色地瓜 就是你剛才地瓜拿鐵一樣的地瓜 然後跟66號紅色地瓜 喔 不一樣 它有兩種地瓜 它這一個沙拉盒 是現在越來越多 健身減糖的族群喜歡的 因為你看它裡面跟其他沙拉不一樣 它有很多澱粉 所以它的主食就在裡面 那它這樣一盒沙拉 就等於是一個便當 對 就可以吃飽 我不是一個人喜歡吃沙拉的人 Yeah 但是Felci有時候會說 今天可以吃沙拉就好嗎 嗯 我就好吧 應該是在強迫我解肥吧 對 Oh Yeah 我們有水果 Open小將奇異果切片 是Zespri的奇異果 他們是奇異果最大的公司 有人 不想睡覺 你要不要吃奇異果 給爸爸 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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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假裝了 Mia剛剛也看到這個 以為是她的食物 對 所以只好給她搭了 十全葡萄醋 跟蘋果醋 好那我想吃餅乾好不好 好 Mia一邊拿 Binami地瓜脆 喔 薯條啊 健康的薯條 這時候拉鍊式的 所以你吃不完可以再放起來 好方便喔 老婆我餵你 這就是地瓜原本的味道 它是用真空油炸的方式去乾燥 所以它的含油量不超過5% 但是我吃起來不會很油 喔原來 它真的很天然 天然酵母蘇打餅乾跟大麥餅乾 喔 這從日本來的 嗯 這是日文 嗯 有奶油的味道 這個 你要小心喔 美圓洛神花果乾跟美圓福節 洛神花 我記得我們去台東的時候 好像有和洛神花唱 就是那個 我們唱那個 離哪來台湯 那個 那句是什麼 露心灰昂地 清涼桃性瓜 原本還是宜蘭的名產福節 就是荊棘 OKOK 這也是滿台灣的水果啦 這兩個都是 我在國外沒有聽過或看過 酸酸的 然後 其實也有一點那種 花的香味啦 有吃整個嗎 當然 你就整個吃吧 它就是水果 喔 它就一整個 小小的橘子 就連皮都有 還有 有一些痣 對嗎 就全部都包在裡面 最後一樣是 葡萄軟糖 味覺糖 長野餡 色香葡萄 風味軟糖 哇 好長的名稱 感覺很高級耶 它長得很像水滴 也是很高級耶 為什麼水滴是高級 就感覺那種設計師會餓肌 它真的是為了水滴 你看 好吃 它也是很那種水果的原味 綠色的葡萄 你吃一個 這可能是你吃過最高級的人 非常的Q 不會黏在你的牙齒 它就是QQ的 然後很酸 好我們都是吃完了 覺得很棒 很好吃 這一次廣和蔬果推出 粗蝦情食 結合零食糖果 飲料啤酒 水果沙拉 甜點 預購 愛預購等九大類 總共有50個7-11限定的商品 接下來有很多優惠的活動 所以趕快去你最近的7-11試吃看吧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謝謝你們收看 記得按讚留言還有訂閱 下次見 掰